像郭英南老師的馬來音唱隊 他們後來也在滾池唱片發行了一個專輯 然後全部都是馬來音唱隊的 阿美組的傳統歌謠 加上比較世界音樂的編曲 這個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做法 世界音樂結合鼓調 還有像之前我很喜歡馬修蓮人 他我記得是第二張專輯 他也是把布農組的一個 一個類似飲酒歡樂歌 散場的一種布農組的傳統歌謠 也是改編 也是比較做世界音樂的編曲 大家有空可以去聽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方式 用傳統鼓調加現在編曲 好 第二種方式就是 創作曲加入鼓調的融合 其實剛剛弟弟們他們做的比較是類似 但是那個鼓調的旋律也是你們自己寫的 還是它是傳統鼓調 哪一個 就他們剛唱的 對對對 喜歡那個 就是第一首那個 那個是自己唱的 對對對 好 那我說的部分就是 比方說旋律是傳統鼓調 但是我家 因為呢 即使像一部農組來講 我們的鼓調嘗試大概四個小節重複 就是一直重複這樣 所以如果以一個現代音樂流行的結構來看 它感覺像是一個副歌 或是感覺像一個主歌 還不太算是完整的一個主副歌 所以通常很多原住民 尤其這十幾年 想要改變鼓調 或是想要融入鼓調的作法 大概就是有幾種作法 一個就是會放在前奏 我有一首歌叫Loga 那是泰雅族的一個家裡的意思 好 總之呢 我那時候找了一個 泰雅族的一個鼓調的一個老師 他來唱 那個 聽上來 就比較流行的 余麗絲 你們沒聽過 余麗絲老師 對 他唱那個 那個鼓調 我忘了那個泰雅族的鼓調 哟 音樂的人差一點 最大了嗎 OK 好 大概這樣 示範一下 往前 大概就是這樣 再來前奏 那我為什麼要放前奏 其實這首歌本來是要寫給林慶台 林慶台那個牧師 他那時候不是演賽德克 哇聲名大帳 本來公司要再找他演一個類似泰雅組 所以琪某幫他寫主題歌 所以我才想到用泰雅組入口 結果那個公司 不知道預算怎麼樣 可能對沒有過 後來這個主題曲就沒有用 後來我就自己收錄變成單曲 好這是放前奏的例子 那再來就是有一種形式是放在前奏 比方像阿妹的姐妹有沒有 她不是跟她媽媽在中間有沒有 你是我的姐妹 然後中間在轉場的時候 她們就把那悲男組的歌謠舞料放進來 好 好 再來就是 有一些是會放在副歌 好 像剛剛我們兩位弟弟 也是都放在副歌嘛 好不管是新創的還是 對 那最有名的就是那個 尹尼格馬 就是郭音樂老師 那時候在亞特蘭大奧運那個 尹尹尼格馬 那個銀九歡樂歌 他整個副歌都是阿妹族的歌 對 那其實 哇營造一種那個格局 所以其實那首歌也 我記得也大開了原住民在台灣的音樂的能見度 跟國際的能見度 還有我自己的那個 我有一首也是在裡面 鑽琴歌 對 鑽琴歌 然後 我也是把那個 我們有一個布農族的那個詩歌叫 也不能說詩歌 它其實是鼓調然後把它改成敬拜讚美的詩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鑽琴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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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個可以跟著唱 你們可以自己合音 鑽琴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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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布農族 你就是按照自己的感動 你可以自己唱自己的歌詩這樣子 所以我是來個唱 你們就唱 O ehe de bechica loupabu O ehe mán lan lu O ehe 好 大概是這個 然後就把它放在副歌 好 這大概這個例子 很多啦 大家可以有空去 还有我最近去年出的主语专辑 也是把鼓调诗歌放在后面 待会我们可以听 好 来往下 这个就是比较是装顶用的 就是可以放在前奏 副歌 尖奏什么的 就让你的歌变得好像很丰富 至于要怎么放 我待会后面会来跟大家解释 好 再来就是合唱团形式 这个是最近大家比较常做的 像从太平国小之后 像最近宝来国中有没有 不是拿到世界冠军吗 他们都是比较是合唱团形式 还有像之前什么泰武国小 他们把台湾族的歌要用合唱团的形式 其实刚刚我们一开始主人演唱的 其实也比较是 就是西方的那种合声学 合声的方式所演唱 这也是现在的主流 现在的很多国小的合唱团 也都是这样做 好 接下来就Acapella形式 也是最近啦 比较有名的就是有一个 泰雅族的乐团 歌反正叫做欧开 欧开 欧开 对 它们就是用Acapella的形式 对 好 那再来就是其他形式比较配乐 大家如果有空去上网查 台东乌鲁部落 他们的那个巴西鲁部 巴西鲁部很有名 就是巴布祈祷小米风售歌很有名 那个叫David Darling 对 他是大提琴的演奏家 他去步入步落 如果听到吐啰族唱那个呜 他就觉得很感动 哇 他就觉得如果 可以加上他的大提琴的话 哇 会更 那个力量会更强 所以那是一种 不改变武调的形式之下 加一个 好像彼此分开 但又彼此在一起 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我觉得也忙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模式 好 好 再來就是防鼓調新創 這個是最近也蠻多原住民的創作歌手在做 就是他不是鼓調 但是他故意用 也不能說故意 他用一個比較不是西方的那種音樂性的結構 去寫他的歌 聽起來像鼓調 但他不是鼓調 是自己的創作 很有名的 應該是說最好的例子就是 像三不一 他很常去做 你聽起來好像鼓調 不過那是他自己寫的歌 再來是前年 Sumin一個阿美族 他出了一張專輯叫《勇歌者》 因為其實講到唱虛詞沒有人比過阿美族 因為阿美族可以從 他們真的 歐海安大概就可以唱三十幾首歌吧 那重點是他們的復音跟他們的打唱 那個真的是他們阿美族非常厲害的特色 那蘇明恩就是整張專輯沒有歌詞 也是用阿美族的這種形式 然後旋律去唱他的新創鼓調 好 大概我自己整理了 大概有六大方向給你們參考一下 好